第三点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这是毛泽东对一份报告做的批示 这份报告中说 考虑到两弹技术的高度复杂性和综合性 靠一个部门还难完成任务 需要各方面的配合 所以建议成立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 简称中央专委会 毛泽东做了批示 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时间是1962年11月3日 这个专委会主任是周恩来总理 成员是7名副总理 7名部长及领导干部 资料显示在研制两弹的过程中 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承担了任务 参与的科研院所有50多个 仅中科院就有20多个 承担生产的工厂有上千家 科技人员 军人 职工 参与的人数超过百万 在最艰难的岁月里 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勒紧裤腰带 把各种物品送往基地一线 支援的物资里 有青海牧民送来的羊 和少先队员寄来的两票 所以美国学者刘易斯说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是一颗人民炸弹 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所在 党统一领导 举国协同 集中力量 办大事 其实这种大力协同的工作传统 在我国近些年来的一系列 大型项目建设中 都有所体现 比如说 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 指挥部一声令下 西安的火箭发动机 天津的飞船太阳翻版 河南的电连接器 一天就能送达北京总装车间 我们自主研发的高铁 背后是30家一流科研机构院校 和近50家骨干企业 组成的产学沿用 密切结合的创新联合体 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被誉为桥梁界 珠穆朗玛峰的港珠澳大桥 建设过程历时近9年 其中最大的难关 是海底城管隧道安装 明明总工程师 把安装过程形容为 三千人共走钢丝 三千人都得像一个人一样 才能准确把城管 送到指定的地方 第15根城管安装的时候 本来已经抵达安装海域 这时候突然遭遇海底泥沙回淤 为了施工质量 必须把城管再拖回去 一天要返工 很多船员当场就流泪了 他们已经付出太多了 经常几十个小时不能休息 他们劳累 疲惫 沮丧 这时候怎么办 身为党委副书记的林明 做了一件事 他让党员在摄像机面前宣示 有没有信心 每个关键岗位都要宣示 每条船都要有信心 就这样经过整整24个小时 城管毫发无损地回到船屋 没有一个人掉帘子 林明在入党申请书里 是这么写的 真正可怕和可悲的 不是失败和挫折 而是没有信仰 讲到这儿 对于我们前面的那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有了答案 为什么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 宁可吃树叶草子 也要加班加点 搞计算 为什么全国人民自己不吃饭 也要保障核实验基地的粮食供应 是新中国给了他们希望 是共产党给了他们信仰 中国人的鼓起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才终于在最危难的关头 闪耀出最灿烂的光芒 所以从嘉兴红船到江西井冈岗山 从两万五千里长征到革命根据地延安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谋幸福 带领中华民族谋护心的初心 从未改变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的中国精神 都一脉相承 代代相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